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卧舍与李宗盛合约交易 3月31日结束 近期 卧舍也与李宗盛进行了冲犯的讨论 决定不许 之后 卧舍也会像以前那样姻缘李宗盛的未来 李宗盛是在2016年5月加盟YG娱乐公司 之后就演出电视剧W 宗盛爱记李宗盛确定不再与YG娱乐属约 凡舍自立中说爱记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